哇,你怎麼了?年紀輕輕的 沒有啦,就是下背很痛啦 你常常腰痠背痛又很緊繃 就是用完電腦或坐在辦公室桌 就是常常會有這樣的狀況 對,因為長期的姿勢不正確 所以會導致讓你的腰痠背痛會非常不舒服 今天我就教你簡單三個動作 幫你解除你的下背不舒服的狀況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教的動作是下肢軀幹的扭轉 它可以解決我們生活上會下背不舒服緊繃的感覺 首先我們先找一個椅子,坐好 再來呢把兩隻腳膝蓋夾緊 右手就給我伸起來 右手 好,往你的左邊的腳踝去摸 左邊的腳踝去摸 是 你現在就會感覺到從你的右邊的肩膀 一直到左邊的髖肠節會是比較緊繃的 對 它在伸展的感覺就是你的豎脊肌群被拉扯開來 好,我們換邊 換邊 好,再來 放手 對,放下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在辦公桌上的一個伸展動作 動作不會很大 但是又剛好可以幫助你放鬆一下 讓你的上班在下午的時間也會很有精神喔 每個動作我會建議這樣拉放下去 差不多停留三到五秒鐘 然後換一邊 來回左右各做十二下 那每個人的柔軟度也不一樣啊 說不定有些人只能碰到你的小腿 有些人可以碰到腳踝 甚至碰到地板 都可以 依照每個人狀況自己去調整 重點是你要感覺到你的背得到一個伸展 做了差不多六下以後其實你的背就開始會越來越舒服 你有沒有什麼感受在左右兩邊呢 我覺得有一邊會特別的緊 然後有一邊就還好 是,其實我們長期的姿勢不正確 確實會有一邊是我們的慣用邊 另外一邊就會比較緊繃 因此左右邊會有一點不平衡 那當你覺得比較緊的那一邊 你可以多做幾次的來回 就可以減少你的左右不平衡的狀況 做多了就反而就沒有那麼緊繃的感覺了 因為讓你的肌肉回到一個原來的長度 因為長期我們的脊柱 左右拉扯它是會左右不平衡的 就像金字塔一樣疊來疊去 所以藉由伸展它會慢慢的拉回去 原來該有的位置 接下來要教大家的是 髖關節的左右旋轉 就是內外旋轉 也是可以再解除我們的下背的問題喔 OK首先兩手就自然的放在後面 放在後面 對兩腳打開 打開 雨肩同寬 好兩腳膝蓋一起朝右 一起朝右 好再往左 再往左 對 左右邊的旋轉 想像就像一個雨刷在左邊刷一下 右邊刷一下 來回各刷個十下 老師像我屁股會有點緊緊的是正常的嗎 不正常 不正常 對就是因為緊緊的也是導致下背會緊繃的原因 喔 所以藉由這個動作就可以放鬆你的臀還有下背 因此這個動作對我來說是沒有感覺 喔 因為老師太常在運動了 對我們躺在運動躺在伸展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沒有很大的緊繃的感覺 另外記得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上半身要跟你的肌蓋是呈現一個對側的動作 所以你不會跟著身體轉 轉 不會 你上半身是固定的 上半身固定 上半身固定 左右旋轉 像這樣就是固定住嗎 Let me see see 沒錯啊 就這樣子做的你看多性感 做出性感的動作就對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一個 腰背的一個伸展跟曲曲的動作 首先我們先找到一面牆 然後雙手伸直 往前去推牆 推牆 保持你的手是用力生長的喔 對 然後屁股往後推 往後推 好再往下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 盡量讓你的膝蓋稍微彎曲一點 可以讓你的背打直 如果你的膝蓋沒有彎曲 來幫我腳伸直 你就會發現這邊很難下去 這樣就下不去了 會很緊 對 那我們伸展到的位置是沒有辦法伸展到的 因此我們膝蓋彎曲以後往下 推牆 好 那這個動作我會先把屁股再翹高一點 你會覺得下背這邊有一點緊繃緊張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酸酸的刺刺的麻麻的都不對 然後再慢慢站回來 站回來 往天花板上伸展 讓你的胸口往前推 往前推 好再一次往下 好 往後 所以這個動作很好看喔 就是這樣拉長延伸 這動作你會從你的背 下背都要伸展 然後你的胸也可以打開 再一次吸氣往上 好 吐氣 屁股可以翹高一點 對保持屁股翹高高 然後這邊會有點緊繃 來回我們做個六到十次 記得在做這個伸展 慢慢的做不急 如果在當中你覺得不舒服 隨時停止 那其實這個動作是很安全的 老師 我發現剛剛這三個動作做完了 然後呢 我的腰變軟Q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 分享 訂閱 還有開啟我們的小鈴鐺喔 MASA Coach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